第十三題如下土火焰頭挑戰揮棒綁住石塊的繩子 鬆手讓石塊飛出若擊中大野狼布偶即可得分 請問他必須在石塊的圓周運動軌跡中哪一點釋放 才可能擊中大野狼布偶 我們曉得鬆手之後就沒有向心力物體會沿切線飛出 那我們的切線方向是這些方向 所以我們就知道要擊中大野狼必須從豬點釋放 他才會往前飛擊中大野狼布偶 第十三題問我們說 請問他必須在石塊的圓周運動軌跡中哪一點釋放 才可能擊中大野狼布偶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豬點